亚氏即日起暂停所有频道新闻报道 通讯局敦促进手牌照规定 劳工署帮亚氏员工追踪验身 但承认还未找到亚氏管理层 高雄6.4级地震最少11个人死亡 理座骨牌式倒塌的大楼结构中 发现沙拉油桶怀疑偷工减料 各位 亚洲电视未能解决欠身问题 又宣布因为人手不足等原因 即日起暂停各频道新闻报道 违反免费电视牌照的规定 通讯事务管理局敦促亚氏遵守相关规定 亚氏原定6点的新闻时段 改为重播综艺节目 据了解多个新闻报的员工 已经开始放保假 新闻报多部的采访车 都停泊在总台里面 我们新闻报的主管 在评估过新闻报客观的形势之后 由于在人手或其他各样客观的条件 不具备下 我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暂时暂停我们各个频道 各节的一些新闻报道 亚氏的免费电视牌照 今年4月1日戒门 牌照要求每日夜晚6点到12点 要在中英文频道提供两节 每节最少15分钟的新闻报道 暂停新闻报道 即是违反牌照规定 亚氏方面又说 可能要等待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看下董事局或者新的主政人员 评估最新的情况 才考虑新闻广播是否恢复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发言人说 若果持牌机构违反广播条例 或者牌照条款的规定 会视乎严重程度和性质 施加不同程度的罚则 通讯局说 亚氏是有责任在余下的牌照期内 继续遵守所有相关法例 牌照条件和业务守则的规定 无线电视记者简矮宜报道 劳工署协助亚氏员工追讨欠身 但承认还未联络到亚氏的管理层 亚氏部分员工连续两个月没薪粮出 有员工早上如常上班 也有员工拿着一代二代的物品离开 有员工说会寻求劳工署的协助追讨欠身 劳工署为亚氏员工举行简介会 解释雇用条例和劳工权益 现在所有的员工在等待的一件事 究竟何时有钱出 因为这个才是现时最重要最渴切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现在明白到 现时我们公司的环境 他们真的似乎好像不是很怕骂 也不是很怕我们说的 劳工署说年初四开始会受影响的员工登记 并已经设立热线解答 但承认未能联络上亚氏的管理层 我们在同管理层方面的联系虽然都有 但现在暂时来说我们知识的一些联络点 在这一刻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会在年初四的时候 我们会再去信给他们的董事局 我们会要求他们提供资料 至于是否可以申请破欠基金 劳工署话可以协助员工申请法律援助 向法庭提出呈呈 而商人黄晶以亚氏主要债权人的身份 向高等法院申请临时清判令 法院已经排期4月13日处理 诉讼各方包括黄晶、亚氏以及破产管理署 劳工署已经主动联络亚氏的员工 估计有400至500个员工受影响 处方会追究亚氏的法律责任 无线电视记者陈兆恒报道